電腦王阿達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它有三個型號 但是我們今天會以PF1061為主 那他們主要差異是第一個差在尺寸 這一塊是最大的觸控筆 不需要裝電池就可以使用 而且具備橡皮擦功能 還有一個轉盤來操作 那這個呢 它一樣也是有觸控筆 一樣也有轉盤 那第三個這個呢 它就沒有轉盤 在使用上呢 它就最簡單 那以使用來說呢 這塊最大的 它本身還具備上、下、左右 都有快捷鍵功能 那轉盤呢 它可以去轉 譬如說放大、縮小等等 那觸控筆呢 可以直接畫圖 它的壓桿呢 有8192階 所以它在畫圖的時候 粗細相當方便 那它的功能鍵 因為它的上、下、左右都有功能鍵 所以 你可以設定 上 假設是PS 右就是AI 下就是那個繪圖軟體 左就是什麼軟體 所以 它在使用便利性也非常非常的不錯 接下來呢 我就簡單為大家介紹這塊 PF-1061的繪圖版 那首先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外面 那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精美的圖案 那這個圖案呢 這個以ERU這個廠商來講 他們有一個蠻特殊的傳統 就是 他們很喜歡找學生來幫他們做封面 很願意給學生機會 他不會說找更有名的超話家 不會 他就看 他們會去像遊戲展、動漫展 去看一些很有才華的學生 他就會請他現場用他們的繪圖版 然後畫一畫 覺得不錯的作品 他就會把它拿作產品封面 像這個 裴海 他上次好像在動漫展的時候 結果他畫得不錯 就請他畫的 幫他畫封面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開箱 那 最上面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繪圖版 它的尺寸是10x6 相當的大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轉盤 然後那個它是可以設定 那個 放大縮小 那上下左右呢 也可以設定各種功能鍵 那 上面 右邊 下面 跟左邊 這其實都是可以設定 自定義功能鍵的 廠商說他們可能會 出一些貼紙 來貼在上面讓你去做 那個使用 比如說 上面是PS是什麼鍵 這是什麼東西的組合鍵 這是哪個軟體的組合鍵 讓你操作起來 更加方便跟上手 以這個來說的話 它是採用一個 黑白相近的一個設計 這個1016也是目前它們最大的一個尺寸的一個產品 那 旁邊下面呢 他們很貼心的送了一個吸星袋 你可以把它裝在 袋子裡面 然後就跟筆電放在一起 帶出門 那這個就是連接電腦的傳輸線 那這一個呢 是我們的繪圖筆 他們繪圖筆有另外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他們不需要裝電池 一樣可以畫 而且它的壓感到8192階 相當的厲害 那筆尾呢 可以當橡皮擦使用 這一點不錯 它也還送了一個一袋筆尖 然後這個是換筆尖的夾子 那這個筆尖呢 大家一定會覺得這個東西畫久一定會壞對不對 一般來講 其他廠商可能是叫你再花錢買 那是Arii這個廠商它非常貼心 只要你是它的用戶 你都有持續再畫 你每年都可以寫信給它 跟它說我需要再筆尖 它就會免費再寄一份給你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非常貼心的 那接下來往下 那下面這兩個呢 就是你可以組合起來 然後將筆插在上面 它是一個像不倒翁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你在使用上就相當方便 那因為呢 我是3C達人 我不是繪圖達人 接下來呢 我會請他家蔡蔡 來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PF1061 它在繪圖上要怎麼使用 會更加上手 那接下來我們交給蔡蔡 大家好 這是我使用Arii繪圖版的使用心得 我在使用Arii繪圖版的時候 我會先設定好快捷鍵的功能 我會在這個原盤以及這個工作區域上 設定快捷鍵功能 這個轉盤還可以放大 跟書想 我覺得很方便 像我畫錯的時候 我就按上一步 就是快捷鍵的好處 像我要匯入檔案的時候 我就按1 然後這裡就可以想 就是找到我想要的檔案 如果我想要開啟網頁的話 我就按2 這樣網頁就開啟了 我最簡單說一下 這台Arii給我使用起來的感覺 第一點 它價錢非常的便宜 驅斷安裝快速又簡單 第二就是 這款特色就是繪圖工作區域大 讓我畫畫很順手 繪圖版上還有自訂功能鍵喔 第三 圓盤上有5個按鍵可以設定 相當方便 第四 筆觸靈敏 畫起來線條流暢 第五 如果是剛入門的初學者 尤其是初階使用者 害怕自己花大錢 卻怕半途而廢的人 還有學生族群在找價錢 與功能性質的CP值便宜點的話 那我真的真心推薦這一款 在價錢和功能上 會是相當表現不俗的一塊繪圖版喔 好 相信看我們剛剛以上拆拆的介紹 大家應該對這塊繪圖版有更多的認識 其實這繪圖版還有很多功能 就是說 甚至聽說還有人拿來玩電動 因為這樣子左右移比較快 這種東西真的 不怕你不會用 就是怕你的想像力不夠而已 那整體來說 因為它是國內生產製造的 國內品牌 而且它的價格大概是其他競品的一半而已 那使用上又非常方便 功能也很齊全 如果你是預算有限的學生組的話 我非常推薦這一款產品給你 而且另外呢 我偷偷跟大家講 它每年都會固定捐繪圖版給一些偏鄉的學校 像這次它又捐了一批 那在我們文章裡面會帶到它的一些介紹 我覺得這部分呢 這次它在捐的時候就跟它講 你一定要把事情公布出來 因為它們以前默默而捐 我覺得現在 我們做善事應該要讓大家知道 要讓大家知道說 國內是有廠商默默在支持 這些我們默默耕耘的插畫家 還有一些動漫產業的 那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